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來說的故事是 假死巡凶 起因大概就是在大學 讀刑法醫學的女主角 父母雙王后繳不起學費 此時正在家中打電話 想拜託學校別退他學 可惜沒用 所以女主角的弟弟男主角 就跟好兄弟聖哥一起開車拿BB槍 要去搶正上醫院的錢 來幫姐姐付學費 但醫院首位的槍更大把 聖哥一邊被對方轟倒 一邊逃出來 叫男主角自己開車先逃 所以他就逃回家 開始跟姐姐解釋 怎麼回事 說他已經在路上 把車燒了 聖哥應該也掛了 等於應該沒有證據 能證明他參與搶醫院 就不用被抓去坐牢了 女主角聽了 卻擔心警方收屍時 如果查了聖哥 待在身上的手機 那可能就會看到 聖哥事前一直有用通訊軟體 在跟男主角溝通 怎麼搶醫院 等於還是能用這個證據 來抓男主角 所以想要真的消除所有證據 那他們今晚就要先開車 去警方的殯儀館 把聖哥屍體上的手機 給偷走銷毀 因為警方通常 剛收到的屍都會送來這裡整頓 屍體上的物品 都是隔天一早 警方才會來拿 他們得在警方來前 把證據處理掉 但殯儀館外圍柵欄 全上鎖 根本沒空間偷闖進去 怎麼辦 不怕 女主角想了新招 他要男主角私下介紹藥頭 跟藥頭買假死藥 買完 他就找了個無人的地方 交代老弟說 他屍打完30分鐘後 會陷入假死 這時就趕快報警 來幫他收屍 依據當地警方辦事速度 他完全可以預判 在當地法醫發現他假死前 他就能從 殯儀館的停屍間醒來了 接著他爬起來 在隔壁手術室 找到了手術服 拿來穿換掉身上白布 然後他注意到 館裡只有法醫一人 在那晃來晃去 包含進出大門 但不管去哪 要開門的話 都要靠法醫手上的納川鑰匙 等於女主角只要偷走納川鑰匙 就能去開證物室的門 拿走被收在裡面的聖哥手機了 但他觀察很久 都沒有找到偷鑰匙的機會 倒是無意間 發現了聖哥的屍體被放在某間手術室 他難過的抱抱聖哥 因為這是他的前男友 忽然聖哥驚恐醒來 但不太能講話也無法行動 女主角這才注意到 前男友正被持續施打麻醉劑 肚子上還出現一個手術疤痕 也就是說 聖哥被醫院守衛射傷後應該沒死 然後被送來這裡做手術 看那疤痕的樣子 應該是被哥走一顆剩了 兩顆都拿走會死 所以應該只拿一顆 兇手應該就是法醫 而法醫這時正在隔壁手術室裡 對某個屍體做手術 並把那串鑰匙放在旁邊的盤子裡 女主角見了 偷偷潛入晃來晃去 躲在後面閃來閃去 好不容易才逮到機會偷走那串鑰匙 然後他回頭扶起聖哥 帶著他一起前往大門 打算用那串鑰匙解鎖 開門逃生 但法醫是個大魔王 也是天才 發現鑰匙不見後 觀察了一下就注意到 停尸間裡少了一具屍體 等於有人未裝成屍體混進來了 於是他查看監視器 找到女主角 並打開監控室的全面封鎖開關 正能讓大門用鑰匙也打不開 之後他再戴上防毒面具 拿麻醉噴霧趕來門口 將女主角和聖哥噴暈 再抓回手術室床上綁著 等女主角再醒來時 大魔王正在奪取聖哥的肝臟 聖哥就掛了 一邊做手術 他還一邊跟女主角聊天 說你們這些社會底層的小偷 活著也沒價值 不如交出器官 賣給有需要的權貴 讓他們活一命還比較有意義 至於大魔王沒有持續麻醉女主角 大概是因為他女兒跟女主角差不多大 又孝順 這不就打電話來關心老爸何時回家了嗎 所以可能多了一種親切感 才沒有馬上殺掉女主角吧 大魔王甚至暫時離開 要把聖哥肝臟拿去存放 女主角則是利用這段時間 用雙手解開雙腳的綁繩 再拿旁邊手術用電鋸 精準的割斷手上的綁繩 然後趁機逃來政務室 想找聖哥手機 但大魔王發現狀況追來 女主角則是用政務箱裡 聖哥搶醫院使用的BB槍 射傷大魔王的眼睛 在趁機逃跑 結果這一跑 他又意外闖入一間巨大病房 裡面一堆病床上躺著 被長期麻醉 但身上大量器官被切除的人 應該都是像聖哥這樣 被警方視為死亡 但其實沒死 送來這裡後 卻被大魔王拔器官 接著女主角跑來大魔王休息的地方 這裡有電話 他打給男主角說 快逃 法醫是變態 我大概走不了了 掰 而在車上待命的男主角一聽 就馬上報警 想找警長一起去兵營館救人 女主角這邊則是遭到了大魔王派來的狼犬攻擊 怎麼辦 還好他現在躲藏地 剛好是大魔王存放器官的地方 剛剛聖哥的肝臟就在這 剛好可以拿來給狼犬吃 然後他趁對方忙著吃 就趁機溜進了監控室 關掉了全面封鎖的開關 這樣大門就能打開 他才能前往大門離開 結果遇到警長 而警長其實跟法醫是一伙的 所以他打算幫忙抓住男女主角 但女主角拿假槍嚇他 逼他讓路 再帶著男主角逃到外頭 卻被通電的柵欄擋住爬不出去 所以他們只好先躲到旁邊地下室 此時器官買方派來的收貨員 眼尖哥過來交易器官了 但大魔王發現肝臟被狗吃了 等於暫時無貨可交 只好請對方先回去晚點再來 但眼尖哥卻注意到 怎麼這裡停了警車 難道警方跟你是一伙的嗎 被我猜中了吧 警長一聽立刻拿槍跳出來 將眼尖哥擊倒 打算殺人滅口 但法醫希望警長幫忙把受傷的眼尖哥 拖到手術室 原本打算割眼尖哥的肝臟來賣 卻發現這肝臟中了蛋不適合賣了 怎麼辦 看來只能去抓男主角來割肝臟了 買家要買的是男性肝臟 接著就是大決戰 男女主角趁著警長跟大魔王在找他們時 趁機從地下室的通風口爬到手術室 就走倒在這邊的眼尖哥 然後三人又逃到巨大病房 原本想躲在這 但被發現警長跑來丟煙霧蛋 再跟大魔王戴防毒面具 想趁亂進來要抓人 男主角首當其衝 被大魔王電暈 抓去隔壁手術室要割肝臟 警長則是跟女主角展開決鬥 但女主角找了一根鐵錘 在等警長靠近時 拿鐵錘敲爆了撿來的氧氣瓶的噴頭 氧氣瓶泄氣的壓力 造成氣瓶飛出去 射死了警長 接著他跑去找大魔王決鬥 原本打肉搏戰打不贏 還好撿到旁邊 手術室裡的制冷器 拿來直接噴爛大魔王的臉 再趁機撿把刀 刺爆大魔王的頭就贏了 最後結局 女主角幫大魔王動手術 把他的肝臟割下來 賣給了眼尖哥 讓他能拿回去跟買家交差 然後因為聖哥的手機也搶回來了 等於沒人能再用這個證據 定男主角的罪 所以男女主角就帶著錢 搭眼尖哥的車離開小鎮 遠走高飛過 新生活 故事就結束了 看完這個故事 我已經出發去測試 一鐵錘 是否能敲爆氣瓶的噴頭了 掰 再次再次再次